我們要看範例13-9 唸一下題目吧 我們標題是牛端腳的計算嗎 好 我們說他說直徑低多少 直徑低完了 20mm 對吧 然後呢 他的長度 L 給了多少 50是什麼 公分喔 他有告訴你單位喔 然後簡力彈性係數G多少 80GPA 這大概是鋼大概就是這樣 80GPA 然後你又知道一段固定 你的扭矩低給多少 100%牛頓米 他要求什麼 求花 這樣 牛頓腳 那只要你有被公示 就是在數字 我講過材料力卷 你這個公司要背起來 然後把數字帶進去 當然不要錯 不要算錯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好 換你等到 好 抗扭短度 抗扭短度 好 來 我們要寫囉 G80 GPA 好嗎 不好 所以乘以10 答案啊 3次方 可以嗎 J啊 J啊 我講過113 如果你不會 那是後面不用了 遠走的J 而且是17的 多少 32分之拍底啊呢 20的 膝蓋喔 你們要瞎啥 所以我不喜歡你們背那個公示 它會等於拍D3次方分之啊 16T 有沒有 你這邊會變成3次方 還是4次方 就有時候就會錯 了解嗎 那以其這樣我們不如填哈 請讓你就好了 來 那麼再來是P P是100拍 來 流動你 就乘以10的3次方 可以嗎 那這個題目也很好玩啊 如果你逛記憶都乘以10的3次方 也不會影響到答案 那是你無疑惑 但是我們教要這樣教 可以嗎 因為教要換成巧克力 可以齁 好 那L呢 L要換喔 L 多少 50是什麼 公分 可是我們的長度都用什麼 巧克力 所以乘以50 再來怎樣啦 10 這也是變成巧克力 可以聽懂喔 好 來 同學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10的3次方跟10的3次方怎麼樣 小雕 我們知道他的屁股就一定會怎麼樣 走人 你還知道這是4次嗎 對不對 你要幾個零 幾個零 5個零 不要 我們不要一次5個零 我們先4個零處理掉 這裡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可以接受嗎 可以 那他誰 2的4是多少呢 2的4上多少 16 對吧 2的4上16 16跟32約分 2 2跟80約分 40 40分之5 我會 8分之1 對吧 所以就8分之1 單位是什麼 RID 這樣 理解嗎 8分之1的RID OK嗎 OK齁 好 謝謝 再來看 換例13之10 來 換例13之10 1 1 2 1 1 2 2 3 2 4 5 6 3 2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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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個mm 長度L等於1公尺 對 然後他說兩端施以同樣的扭矩大小 假設這個T 那這邊就會是T 好 那麼延軸的最大容許檢定力是 他告訴你T T等於32mPA 對啦 那麼他說G等於40mPA 他說這個延軸可以容許的最大牛端角Y等於多少 可以聽懂嗎 可以 他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他為什麼告訴你這個 他為什麼告訴你這個 他告訴你這個有什麼用 我只要給你軸的尺寸 我再給你T 他就告訴你T 好 我先寫嘛 那你再回答我 我多過只要有檢定力沒有角度的Q 你先哈 是咧 對吧 他已經告訴你T 了嘛 對吧 他告訴你尺寸的嘛 他又告訴你尺寸嘛 對吧 所以他給你這個 他是要求你求什麼 可以承受的最大牛端 我這樣講聽懂嗎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我們如果再講到軸鏡的計算的時候 又常常用到這裡 又會常常用到這裡 所以如果他告訴你T 事實上他就是要給T等於4 那如果你沒問題 我就帶進來 T等於多少 32mPA 10的4次啦 可以接受嗎 T T T 你要用牛頓米的話 這邊就要先乘以13次吧 如果你不想用牛頓米 你就暫時保留 那暫時保留之後會變成牛頓巧克力 我這樣講聽懂嗎 我暫時保留齁 R 欸 R 多少 直徑是10嘛 那半徑完了 胡 你要怎麼做 你沒得一分嘛 你給他怎麼樣 交叉相乘 可以嗎 32跟32分之一相乘完了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乘過去 32跟32可以怎麼樣 相調 對吧 所以剩下什麼 π乘以10的4次方等於t去乘以5 對吧 那10的4次方可以變成什麼 10去乘以10的3次方 可以嗎 那5跟10A以下給2 所以t0都好 2π乘以10的3次方 請告訴我單論 牛頓巧克力 可以聽懂嗎 好 因為我要算的是牛頓米 所以我不需要再把它換成牛頓米 如果你今天想要算的是功率 你可能要換成牛頓米 OK齁 好 沒問題 那我要算牛頓腳 牛頓腳怎麼算 剛剛有 y等於多少 gj分之 tl 對吧 可以齁 來 同學請看 g多大 40 是gpa所以乘以10的3次方 z呢 32分之πd的4次方 t呢 2π乘以10的3次方 你已經牛頓巧克力了 你就不能再換了 這樣可以嗎 好 L 呢 L 多少 一公尺 一公尺要換成什麼 巧克力 是這樣 可以齁 好 好 那如果你這邊沒得完齁 如果你這邊沒得完 可以玩齁 用8月份嗎 8月份這碗也 4 8月份這碗也 5 我在講什麼 聽懂嗎 跟1月份我們先處理一下 然後沒得完 把4丟上去 我建議你這樣做 把4丟上去 所以這邊只能幹嘛 4 那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4就沒有了 對吧 那是變成一個分數而已 那如果變成一個分數我就可以處理了 來 同學看 拍拍屁股就走人 10的3次方跟10的3次方就去10 這裡是10的3次方 這裡4次方 這裡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所以乘起來有的 我想要50就好了 50分之2 8 對吧 那我為什麼50就好了 50分之8就等於1百分之16 對吧 1百分之16就等於什麼 0.16 這樣聽懂嗎 我不一定要唸到最簡單 我看到我想要的就好了 好 那這樣這個題目又結束了 那翻譯13至11比較難 那我們請同學再唸一下 我們就來開始再講 翻譯13至11 你唸一下 然後你就知道題目是什麼 然後意思是什麼 來 請同學唸一下 補作國手 似為一天的一願上 黑龍復命 愛得理一心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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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材質不一樣 你的G就要帶不一樣 你懂嗎? 那我現在G一樣 我就不用寫G的AB G的AB可能不一樣 我應該可以這樣寫 如果你要AB的 我全部都是什麼? AB 我這樣講可以嗎? 對 好 來 那我們把這個插掉 沒的影響 來 同學 G都到了 題目告訴我G等多少 80個GPA 這大概是鋼 鋼的G大概是80個GPA 所以G是80GPA 乘以10的三次方 Z點的叫32分之πd 這個直徑多少? AB段的直徑 這裡是40mm 那這裡呢 剩下20mm 那最後一罐呢 10mm 對吧 可以有樂器 可以齁 好 來 D 40的4次方 可以嗎? 32次開B4次方 P AB的P喔 好嘞 80%喔 1顆米換1千顆 巧克力 巧克力 0.4米喔 所以0.4還要成什麼? 死了三次喔 可以嗎? 可以嗎?換成巧克力 好 來 我們可以處理的是什麼? 唉 我們可以處理的 最少看到80跟80去死嘛 看到拍拍屁股就走人嘛 看到10的三次後就死了三次後就去死嘛 對吧?那這裡是4次方 這裡也是10的4次方 10的4次方我變成10 這裡沒有了 可以接受嗎? 4的4次方我們剛剛有算過 4的4次方是256 對吧 256除以3之後這是8 這是8 所以它應該會等於80分之啊 0.4 可以嗎? 那80分之0.4我就可以處理一下 就是8分之4 那8分之4我處理一下就是2分之1 很小喔 2分之1 2分之1就等於0.00啊 5 可以嗎? 好 AB段的 AB段的牛轉角 它是正的0.005的弧度 那我想要算C呢? C要從哪裡開始算? B會影響到C嗎? 所以我這邊應該是Y B加上Y的 B C 可以聽懂嗎? 聽懂齁 你是持續在作用嘛 好 Y的B給多少? 0.005 加上 喔!Y的B C 要算了齁 再一次呢 我們牛軟角的算法 我今天講過這麼多次 你還記不起來 我也沒辦法 叫做G J分之 我再寫在黑板上 G J分之 T L 對吧? 好!G呢? 80 可以10的3次嗎? G呢? 喔!喔!喔! B C 的 J 32分之 Pi D呢? 現在是20的幾次嗎? 4次 可以接受嗎? P咧? 很重要的P 要再懂 負的40拍 負的40拍 負的喔 乘以10的 3次拍 小兵我之前有巧克力 對吧? L呢? L是嗎? 0.4再去乘以10的3次拍 有懂嗎? 好啦!我們算一下囉 這是2 可以嗎? 誒!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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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乎得 所以是 等於0.005 減掉 我剛剛算多少 0.4 蛤 0.04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0.04這樣算出來 負得多少 0.035 幅度 可以嗎 我現在最後一個囉 YD應該從哪裡 YC加上什麼 YD 可以接受嗎 YD等 YC等到 負得0.035 再一次 我今天講了十次 G 80 X10 Z 32分 三分之 胎 10 4次 T 正的喔 20 一顆米 一千顆 巧克力 可以了 0.5 乘以10 3次 十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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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0.4 它總會兩個一樣 它是0.04 不對不對不對 所以變成負得0.035 加上哪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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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4